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款游戏叫做怪物岛上的红方块 这也是一款一只类游戏 在怪物岛上有兄弟两个 一个是小红方块,一个是大红方块 因为种种原因,它们两个彼此分开 我们要帮助小方块安全的抵达大方块的身边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在这一关,我们发现红色的方块被邪恶的紫色方块所拦截 但是只要点击紫色方块,它就会消失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接踢效果 最终小红方块就会到达止听位置 这一关就非常复杂了,会出现很多的方块 但是利用我们的聪明材质形成了一个滑梯 这样这个小红方块也就到达了终点 这一关出现了一个新道具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整个屏幕的正中间 有一个小生蛋糕 需要把它加上之后再来到大红方块的位置 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三颗心 在每一关都会出现这样的道具 这就看我们怎么操作才能把蛋糕吃上 最终到达大红色方块的位置 这款游戏也是非常经典 最开始这款游戏是在电脑上才能玩 由于后来手机的发展,把整个游戏移植到了手机上 现在这款游戏也是非常成熟 已经出了好几步 每一步都有它玩的新鲜感 所以如果有朋友喜欢本款游戏可以关注一下手游酷安 剩下的几步我也会为大家进行更新 现在来到游戏下一关 游戏的难度在不断的增加 这一关给我们看的是眼花缭乱 这就需要我们的观察能力 看来这一关都需要一种道具叫滑板 只有靠滑板的动力 才能把红色的小方块放到我们的大红色方块的上面 最终吃上这款蛋糕 看来这一关玩的也是非常完美 我们运用了滑板的原理 这款游戏也可以多玩玩 关键是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智力 现在这一关又出现了新道具 两个卤白色的大方块被冰冻在了一起 这说明了这两个方块是不可以点击的 但是这个蛋糕会飞 就可以考虑这个时机 看我们的手速了 只要到达中间位置 我们就可以用小红方块进行跳跃 来到最终位置 在这一关里头又会出现一个蛋糕啊 我们先把蛋糕吃上 这一关出现了两个冰冻的横条 这就说明这个横条是非常滑呀 所以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这个小红方块的力度 哇这一关是真的好乱的 不知道在哪下手 但是我们先试探的进行游戏 先用这个红圈把这个空挡上挡上之后 我们的小红方块就能到达这个大红方块位置 但是这一关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吃上蛋糕啊 对就是这一关我们没有完成三颗星的任务 在以后的关卡中 很多物品就会重复出现 这样就需要我们进行物品之间的配合 才能到达终点 但是在刚刚的这一关 这个蛋糕我们还是没有吃上啊 看看这一关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蛋糕吃上 第一步动用这个旗 把横条砸翻 形成一个花梯 找好时机 我们的小红方块就可以出发了 如果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手游酷玩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